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也是我在修行上遇到的一个瓶颈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根本出不来 就是师傅在白化佛法第一册里 曾讲过佛理就像数学公式 要在生活中反复套用佛理来修行修行 最近一个月通过的佛理 对白化佛法第七册的学习 对师傅讲的空性有了一个概念 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不是正确 套用这个概念在生活中处理问题 帮助我找到了之前一直跨越不了的 在修行上的瓶颈 虽然以前有愿力救度众生 但是因为不懂信空才是学佛的证件 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与生俱来的私心根本无法去除 遇到境界线前始终有人我分别 无法无私忘我的帮助别人 另外贪嗔痴慢以武毒也如影随形 与人相处不能全部付出全部真心 自然为自己增加了阻力影响弘法 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彻底的理解空性 简单讲就是不明理 不明白道理当然就做不出来对的事情 即使做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本性流露 而是表面功夫 所以师父才说很多人在假修 明心见性是每一个学佛人的终极目标 只有明白道理理解空性 佛性才会在自身体现 身体力行去实践后 才能够发自真心的慈悲洗舍 自度度他 如果弟子总结的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 见性即为见证本性 本性即为佛性 佛性即为空性 释迦摩尼佛讲 人人皆具佛性 那人人也皆具空性的特质 空性是无量无边 无增无减 无垢无垢 无是无非 无始无终 无我 无人 无受者 无众生 即为无限 是否可以理解在人人皆具佛性 也就是空性的基础上 我即众生 众生即佛 众生与我与佛 本为一体 无有分别 所以菩萨可以有无缘大词 同底大悲的心量 师父可以为救众生而舍命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好 就是我好 你痛 就是我痛 所以师父才会讲 众生之痛 乃武佛之痛 明白人即我 我即人 众生与佛的关系后 会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妄想 分别执着 去除五毒 例如 嫉妒心人 人与生俱来 如果能够明白我们本为一体 就会想到 菩萨在救这个人 就是在救我 师父表扬这个人 就是在表扬我 就会由衷地生出 随喜赞叹的心 师父关心他 就是关心我 嫉妒心自然消除 师父让我们多度人也是同理 救别人就是救自己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爱众生就是爱自己 就是爱师父 就是爱菩萨 因为我们是一体 不可分割 就像在空气中 我们分辨不出有形的物质一样 当透彻理解空性后 没有分别平等无二的心 做出来的事 可以帮助我们慢慢放下有形物质的限制 完成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 建造本性是逆向回归的开始 不断地在生活中积累功德 修六度 介事练心 就是断除十二因缘 造成轮回的过程 随着境界的提升 到最后 就无人也无我 破除四项 突破肉身这个物质躯壳的限制 达到无限 就和整个宇宙虚空融为一体 简单讲 每个人对自己 家人和孩子的爱是无私的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和我们不可分割 而其他人 我们只可能有保留地付出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和我们无关 但我们并不知道人间的所有 都是因缘而生的虚幻不实的假象 佛法告诉我们的 才是宇宙的真相 真相之一 就是所有众生 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明了这个真相与假象的区别 就可以爱人如己 感恩祝佛菩萨及所有 像师父一样觉悟的人 用自性的光芒 引领我们找回真相 明白这个道理后 再遇到有人需要帮忙 就会尽自己所能 而不会偷懒 不会找借口 因为帮他就是帮自己 多人时也会有人伤我痛的悲悯心 他记我我记他 无有分别 所有做事情都是同理 尽心尽力 得到益处的 是你是我是他是所有人 偷懒耍华的去做 受到伤害的 也是你是我是他是所有人 用私心再努力得到的 都是有限的回报 只针对个人 把所有众生 都视为自己 去做得到的 去做得到的是无限的 因为众生是无限的 心里装着所有众生 就是无量心 无量心得福报 无极限 如果理解正确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同修 破除私心 学习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用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心 在人间生活及弘法 佛法的智慧浩瀚如烟 以上分享肯定有不全面 或不对之处 还请师父 慈悲指正 感恩师父 小丫头真的不得了 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师父为什么一直想 搞一个佛学院 我已经在开始 已经在筹划了 这个佛法 它是一种教育 所以我觉得你啊 应该好好读读 以后等我弄好之后啊 你应该读读研究生 真的 感恩师父 我觉得你 我现在你现在能够 把那个佛法看得这么透彻 能够这么有悟性 真的不容易 就是你自己的行动 我不知道 但是从你对 对佛法的理解 从哲学上 从人 人为上 从一种境界上来理解 我觉得你已经很到位了 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 所以你就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师父会不要命的去救人 你为什么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佛法这么深奥 为什么佛陀 凡是学了佛的人 为什么他们根本能够忘我 就像你能够理解基督 耶稣一样 他们为什么能够为别人 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你刚才对这个西分集分析的理解 所以我希望你更好好的学 你等着师父把佛学员办好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读个研究生 真的 感恩师父 这些都是刚刚就是理解到的 就是这 所以很多人根本还没到这个位呢 听都听不懂 所以我就跟你说 学佛 你真的要学得好的话 你真的要理解 要透彻 绝对不是念点经 敲敲目鱼啊 听得懂吗 所以你到了天上的时候 你听佛讲 他们都是讲这些的 他并不是跟你讲很浅的 他是跟你讲哲学呀 所以为什么说佛陀是个大哲学家 啊 为什么 人文学家 啊 为什么 他们的境界已经不是我们人 所能理解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哎呀 为什么我要舍去小家 我要进入大家 为什么很多人到今天学佛 他自己舍不掉啊 他什么都放不下啊 那就是境界 所以你能够把菩萨的心 能够把佛当年的弘法 用哲学观 用菩萨的境界观 把它能够理解到这种深度 我觉得你已经真的很厉害了 所以希望你好好的学 继续研究 我觉得你把这些可以分享 没什么没什么问题的 感恩师父 但是不要宫高我慢 听不懂啊 明白 其实公高我慢就是业障的一种嘛 他也是限制这个 呃 我们从有限到无限的这种过度嘛 你要放下 要言行一致 嗯 明白了吗 嗯 我会好好修的 因为就是刚刚明白道理 之前做不到 就是因为真的是不懂 不明白道理 嗯 根本没有 没有就是对空性 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对啊 嗯 你想想看啊 一个人的嘴巴就是这样的 没有这个办法的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到了一定位置时候 你的境界上不去了 明白了吗 嗯 刚刚上去不是靠嘴巴讲的 理论是理论 啊 你知道菩萨这两个字叫觉悟 要靠悟 要靠觉 听不懂啊 听得懂 要靠修 要靠就是行愿 好了 嗯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好再见 师父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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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